歡迎來到電玩妹沙寬第35期 哈囉,我是SKY 我知道了,我知道大家一定在想說 唉唷,前幾天不是才報過 怎麼今天又再來一檔節目 其實這片是一期加更影片 主要也是因為這個禮拜 還有一檔相當重要的遊戲新聞 因為我這邊過往都是以國外新聞為主 但後來想想台灣新聞也是頗重要的 一直都沒有做相關影片 所以這次的主題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件 已經奮鬥近兩年的重大事件 丁特與遊戲局的止步事件 整體事件看起來好像是準備落幕 但遊戲局職似乎是還沒有放棄 加更的新聞就是要來把這次的事件做一個整理 影片也有先得到丁特本人的授權 才開始製作 讓大家清楚知道整個始末由來 那麼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這次的正題 首先手機遊戲大多數都有抽獎或是轉蛋的機制 但是這些大多數都是以機率來定 所以對於一般玩家來講 其實就是靠賽然後就是運氣來決定 可能今天花了140、200次 從中也只能抽到那麼一張好的角色 甚至是寶物 也因為這樣子 就讓大家覺得玩個手機遊戲 就很像是在賭博一樣 花一堆錢卻沒有得到符合的回饋 最終就有不少玩家開始質疑 這其中是不是並沒有運氣成分 也因為這個問題越來越讓人不滿了 公司也開始把機率公開透明化 讓大家知道這款遊戲 需要花多少錢買到這個機率 才可以抽到寶物 畢竟有太多遊戲公司 為了讓玩家課金 背後卻偷改的案例也非常多 例如日本就花70萬 才可以抽到猴女就是一起 蠻大的案件 最終日本也是修改了精品表示法 主要就是如果遊戲需要轉蛋 遊戲公司就需要明確標明 這些轉蛋出來的寶物 實際的機率是多少 不標明就代表違法 不過今天要聊的事件 比起猴女又再更加誇張 這名實況主丁特 花上百萬驗證天堂A子部的事件 丁特本名薛宏偉 大多數人對他的印象就是打英雄聯盟 因為他最早實際就是在TPA-HKE 當電競選手 中間發生一連串的事件過後 然後就退役了 現在則是以實況主為主 把自己打的遊戲精華 還有生活分享的敘事放在頻道裡面 也因為他自己就是BYG戰隊的老闆 所以偶爾也會跟大家聊聊財報的狀態 現如是頻道訂閱數 已經快90萬訂閱 可以說是在台灣紅到爆炸 不過這中間 丁特也不只玩英雄聯盟 他其實還有玩很多不同的手機遊戲 其中最知名 大家也都知道的 就是天堂M這款遊戲 天堂M是當初以最古老 最古老以NNORPG為經典的天堂 去改變過來的手機遊戲 韓國是以NCSOFT開發發行 台灣則是以遊戲舉止代理 當初2017年的雙十節開放事前預約 首日會員就到達54萬人 2018年1月就到達300萬個會員在遊戲裡面 當時也讓遊戲舉止 依靠了天堂M股票大漲 盒包賺滿滿 最主要的玩法 其實就是讓你開場挑選四大職業 王族、妖精、騎士、法師等 在雅丁大陸上面冒險 這款遊戲在我很小很小的印象 就是打怪、練等 偶爾還有可能會打到寶物 例如說武器捲軸或是防具捲軸 不過因為是手機遊戲嘛 就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裡頭會有很多東西 都跟過往不太一樣 例如練功可以讓你自動掛地練功 還可以讓你調整血量到多少 魔力到多少 就自動幫你灌紅綠龍白水 這些都是為了能夠在手機遊戲上容易操作 或是時間不夠的玩家所設計出來的系統 只是歷年來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手遊的特性就是會把一些機制 改成需要付費才可以解鎖 例如最早期的NNO RPG天堂 是你可以買變身絕種 就可以變成某一隻怪物 打怪或是移動速度變得很快 但是天堂被改成天堂M之後 這些變身改成紫色或是紅色 也被稱作紫變或紅變 更別提武器強化這些的 多數也變成需要付費的產物 也因為遊戲性質的關係 喜歡遊戲經濟許可的玩家還是會玩 那有些玩家則是覺得 付費太過高昂了 就讓不少玩家覺得勸退 但其實這都不是重點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這款遊戲 在台灣上市沒多久 就讓許多玩家感到不是很滿意 甚至在初期就先被玩家掛上了特別版 其實每款遊戲都差不多大多數 為了能夠讓遊戲有商品上的交易 一定會有貨幣來支撐這個買賣 例如天堂M就是會有金幣或是葉子 讓你可以在遊戲裡面購買許多商品 先前會被掛特別版的主要原因 也是因為台版跟韓版的掉落機率不同 讓有玩韓版的玩家發現 後來2017年12月15 官方也在自己的粉絲團發起聲明 說他們是針對韓服給的建議 才會有所調整 內容也有提到官方有說到大家的不滿 與韓服沒有一致 所以會在12月15日修改這個內容 並且信誓旦旦為其他的機率掛保證 全部都會跟韓服一樣 希望大家可以安心玩下去 但很奇怪的是 後來還是遭到玩家不滿 下面被刷了一大片同樣的負評 主要原因是有玩家提到 公告一段時間過後 葉子數量又出現數量不符的情況 持續延上 這起算是當初比較大 讓玩家不滿的事件 還有一些免不了的遊戲 變成手機遊戲、課金機制 讓人不滿的問題等等的 不過丁特即片如此 還是對天堂M保持很高的熱忱 前前後後也是玩了超過4年以上的時間 再加上丁特又提到自己在遊戲裡面 花了超過1000萬新台幣的心血 最終還是收到了一張民視訴訟 8月27,丁特為了慶祝自己的戰隊打入決賽 決定在直播上挑戰子部的製作 子部的用處就是製作金色武器的一項素材 簡單講就是讓角色變強的一項產物 但它的機率可以說是非常的低 你想要成功的話也只有10%可以得到 後來丁特先是花了85萬新台幣 做了175次的子部製作 後來實驗成功也只成功了4次 最終怎麼算都沒辦法到達10% 讓在場看直播的觀眾 還有現場包含丁特的玩家 都看得紛紛傻眼 後來在9月24又再次挑戰了子部製作 這次準備的錢又更豐富 是150萬新台幣 沒測還好測了才知道事情大丟了阿伯 這次最終只得到7次成功 也因為機率實在太低了 丁特就打電話 跟遊戲曲折的客服人員反應機率問題 不過當下得到的回覆是需要等高層回覆 這中間其實還有發生一件 比較讓玩家傻眼的地方 就是當初在公告上面 有清楚標明機率與韓版一致 可是正常如果機率一樣的話 那應該是10%就可以抽到才對 這次怎麼算都沒辦法到達 後來這個公告竟被改成了 機率性商品設定規則與韓版一致 但不包含遊戲中的道具強化、製作等機率 最終整個過程還有熱心的人士幫忙 巴哈易大師、數學老師理香 甚至還有律師幫忙助陣 讓整體事件在當時是越少越大 不過最終如果再沒有一個防護機制 玩家永遠都是帶宅的羔羊 於是轉彈法來了 後來維護玩家們的權利 丁特在2021年10月14日 跟跨黨派的立法委員推動轉彈法 目的就是為了讓玩家 與平台取得互信的關係 在這場記者會裡面 也提出許多的管控機制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重視 就跟我們講的一樣 日本都有景品表示法 沒道理台灣沒有一個防護機制吧 因為根據報導指出 台灣人在手機遊戲上的課金量 在各國國家裡面 我們的土地就跟雞腿一樣小 課金量卻是全球排名第五的國家 這個排名第五的概念是什麼呢? 概念就是我們一年會花 五百六十一新台幣 在課金手遊上面 資金量可以說是相當的龐大 不過正當玩家認為 只要等轉彈法通過 這件事情應該就會落幕才對 事情卻有了很意外的發展 那就是遊戲機制 在2021年12月17日發了一則聲明稿 說他們會向丁特發起了民事訴訟 內容是遊戲機制 認為丁特前頭講的動作 都是屬於散播不實 詆毀共識聲譽 當天丁特也開了一場一小時的直播 提出自己電話開著聲音打開 歡迎遊戲舉止 任何一方call in進來聊問題點 後來當然是沒有等到電話的到來 只是丁特作為一名玩家來講 心裡卻也是相當失望 因為自己支持天堂A至少有四年之久 花了超過一千萬元的心血 竟然被自己的錢告自己 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忠實的玩家 利用科學的方式證明了遊戲機率 還有不合理之處 最主要也是希望之後玩的玩家 能夠在一個好的遊戲環境之下 體驗遊戲 而不是每天都得提心吊膽打遊戲 那就沒有達到休閒這個主要初心 但這個結果卻得到一張明示訴訟 對他來講肯定是相當失望 直播事件過了大約兩年 在這個禮拜7月21 整個判決終於結束了 盛林地方法院一審最後宣判 遊戲局勢需賠償丁特新台幣784萬 0875元 對於這次的賠償 依據Forgamers對丁特的報導 他表示這次算是一則喜一則優的結論 喜就是原本是球場兩千多萬 但律師表示過往都是賠償被害人損失的金額 不過至少這次判罰高於預期超過一倍 對消費者的權益來講就有相當大的進步 也有可能會成為未來的指標性判例 優則是沒有到達他所謂的正義 希望未來不要有玩家受害 他還有提到遊戲局址稱早期會修改機率公告 也只是因為活動製作才把公告做的修改 跟事情沒有絕對的關係 盛林頂特也表示把查證的義務丟到玩家身上是不對的 一家公司就應該把這件事情做好 清楚標明讓消費者知道商品是什麼 不在錯誤的觀點下面執行 才不會讓大家覺得遊戲有問題 盛林頂特表示這個判決的資金 必須要先看遊戲局址會不會上訴 也表示錢下來會先拿回自己的損失 之後或許會拿去建立消費者基金會 或是協助法律扶持等 詳細還是要跟律師討論過後 在合法的情況之下怎麼做會更好 不過遊戲局址的部分 似乎是沒有很滿意整個結果 他們在判決結果出來過後 發了一則聲明表示 說他們沒有權限可以修改 都是原廠依據台灣的生態 來去調整遊戲裡面的所有機制 他們指稱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不斷強調兩大原則 提示遊戲局址絕對沒有廣告不捨的行為 也並沒有惡意修改遊戲中的道具製作機率 其二是原廠會對於遊戲當地的生態進行微調 認為這才是台韓兩版機制最不同的主要原因 最終他們會評估是否要上訴 只希望可以回歸理性的討論 好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到我們結束了 我想如果是大家碰到這件事情 心裡多少還是會有點阿札的感覺 要是換作是別人 一定會想說我到底該不該花這筆錢去驗證 會不會之後得到的結果 不是我想要的 結果又白花錢 該怎麼辦 所以丁特這起事件 算是大大影響台灣的遊戲產業 最後不管是手機 還是有可能會帶你的網路遊戲 都有可能會顧到會不會有這些問題 雖然轉蛋法來得慢 但至少現在大多數的手機遊戲 都有公開自己家的機率給大家知道 這樣才不會玩到最後 覺得自己都不知道把錢砸在哪裡 是不是白砸了 再加上後續 如果還有其他公司也跟著仿超的話 這對未來的產業會有多大的影響 難道台灣人就是盤嗎?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起事件是怎麼看的 你是支持哪一方 都可以理性、理性的留言 來跟大家聊聊 但是稍等一下 離開前是該幫我這個加根的遊戲新聞 來個讚吧 為了讓各位能夠知道這件事情 還是花了蠻多時間、蠻多心血在搞 希望大家可以順手幫我頂個讚、分享出去 而且我們節目只要留言 就會送一張PS Plus的月卡 這次也不例外 一樣會多送給大家 禮拜六或是禮拜日會 一併把上週的份公佈給大家知道 也很感謝丁特這次的授權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他的頻道、他的實況 他是一位很好笑的實況主 笑聲還非常有魔性 值得大家花時間追唷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掰掰 感谢观看